我們季前已經和大家提過的問題 大約十年多年前或九十年代 因為暑假長 做完總評分加減之後 馬第一個回合 落地馬當然是加分 落地馬是不減分的 要連輸兩場之後才開始減分 但我季前已經解釋給你聽 時代不同了 現在不是的了 現在差不多落地馬都減分 但貴初的時候沒有那麼手鬆 手緊的那麼低 可能跑第五第六都不減分 但例如十隻馬 十二隻馬 後面有幾天回來 通常都會減分 但不會減得太鬆 通常減一分 兩分 兩分居多 很多都是減少兩分 久不久幾隻馬 輸好遠才會減三分 就不會像去到季尾那樣 很多馬都減三分 四分 直衝下去 是不同的 手法 除了減分之外 最重要 就是落地馬減分之外 最重要的是 究竟頭馬 二馬加分 以及跑三四馬 如何處理 我已經不斷 近幾年指出 手法不同了 以前 在九十年代 跑到三 就差不多一定是加一分 是 不斷罰你一分 你拿獎金 罰你 加你一分 有些不加 有些加兩分 即是零加二 零至二 但現在都是差不多 但近十年開始 我的統計都很清楚 每年大概有百多匹馬 跑到三 是減分的 減一分 減兩分 很少有 那一年會有一兩隻馬 無端的跑到三 是減兩分 很少的 很少 不要算這麼例外 我的統計就是 百多匹馬 即是平均每日 都會有一至三匹馬 跑到三 最後減一分 季初是沒有的 講明式季初 暫時 直至今年都沒有 是 可能是第一回合 守緊一點 守緊一點 先不要這麼寬鬆 大概去到 十一月 十一月左右 就會開始 多些馬 跑到三 減一分 這個是他們 近幾年來 現在這個 Nigel Gray 我大概明白 他是這樣的 我自己統計 過去十幾年 平均有 一百多隻馬 十年前 六七十 近七八年 加到 百多隻馬 是減一分 但是去年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巧合 我不知道 突然間 回頭 去年 只有七八十隻馬 跑到三 減一分 少了大概兩成 但是如果純粹計成績 比例是一樣的 過去七八年 減一分 貴軍 再出 再出那場 不可以 算隔多一場 算很複雜 我們要計幾場 我們計是跑第三 減一分 立即那場 立即那場 如果不是 你計兩三四場 就亂了 不能計的 當然 結論 就是 過去七八年 平均是贏至十一匹 即拉雲七八匹 比例大概是一成 平均十隻 減一分的貴軍 再出 就一直贏 很正常 跑馬 平均每場都是十一二隻馬 又一隻馬 優勢減一分 就不是很明顯 會不會是平均也看不起它 以前不是 以前就是 現在不是 現在是其中一隻馬 即是叫做 減一分 原則 我覺得它是因為 因為它大部份的頭馬 加五分 加少 就變成三分 都要減一分 拉雲 就是這樣 因為傳統 很傳統的英式手法 在香港 頭馬是加七八分 第三就不加 或者加一分 拉遠一點 既然頭馬加少了 第三也有一分 撿一下減一下 這就是平均的邏輯 如果再計算電軍 以前來說 我都沒有什麼統計 剛才看過 減兩分的電軍 是多於 減一分的貴軍 大約多於 差不多一倍 其實沒有一倍 八成左右 跑來四更加鬆 減兩分 但原來減兩分的電軍 成績 都未必好過減一分的電軍 還差一點點 即是說 減一兩分 有些人就爭論 一分兩分 跑馬 哪知道一分兩分 哪有這麼重要 有道理 一場半場 隔一場 是沒有重要的 但如果你一直這樣 已經是減開分 譬如你一馬 輸了兩場 減了三分 你跑了三分 再減一分 那來回有四分 那你就有少作用 我同意 減一分的作用 影響到這麼厲害 但整體的長線 減分速度會加快 沒錯 譬如你一兩場 不減分 你會很慘 即是你再要輸多少場 你才可以減到 你心目中的目標 想出擊分數 他們在部署上的分別 我蘇家壽曾經說過 評分的理念 舊運使的觀念 因為我們覺得 香港馬匹 當作八九八八 每年跑六七八場 獎金就是一個批 一個批 一個批 一億就好 幾一千就好 這個批 是被人來分的 被每一隻馬頭 割一分來批 理論上 除了那個觀念 是要把賽事平均 和大家機會均等之外 原則上是希望 切個批 大家切得平均 有些人都叫做 我贏不了 都給我 拿些獎金 減分 大家拿公平機會來 切個批 這個是其中一個觀念 因為香港不同 外國就是不需要考慮這件事 因為很多馬匹賣走 很多馬匹進來 無緣無故跑你 一場賽事 總之馬匹是自由市場出入 那他就不需要理這個問題 但香港因為馬匹 是被籤出來的 你不會突然多了馬匹 你計一兩場國際賽事 你不計 我們計一般馬匹的數目 是由馬匹決定的 然後決定 扔一塊錢出來 大家分賬金 等於拿一個批出來 大家分名仔 傳統的概念 分名仔 我贏不了 你都要減分 給我拿獎金 當時的觀念是這樣的 那他就說 頭馬加七八分 第三 第四 就不減 不加不減 落第馬 減一至三分 於是 全季 跑完之後 跑完之後 都說每一場馬 那些馬的總分 平均會是多了 一兩分出來的 因為用這個手法 所以去到最後 十月開波是這樣 到六月薩科的時候 所有的馬 其實的平均分數會多了 於是大家齊齊一刀切 就減七百分 這樣就降下來 但是這個是一套傳統 由七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那個手法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都不同了 現在馬的流轉太快 是 時代不同了 所以現在就修法用這個 好了 講完減分 講加分 我現在文章寫了很多很多年 我說我不介意你加幾分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你頭馬加五分 跑到三個減一分 那條數一樣的 你自己用什麼手法 但是我很反對 是繼續堅持 只加五分 我說不如不要爭 差一分 一分 為什麼說五和六分 你又要爭 因為香港每一班 是有二十分 如果你加五分 是有數學上 數學上 你又有機會 一隻馬一季之內 是同一班 贏四場 試過啦 那就對其他的馬主 不公平 等於切的餅 切得不公平 如果要六分的話 數學上 就不可能 一季之內 在一班贏四場 最多贏三場 我就覺得這個 我這麼多年來 就很堅持這一點 不過 由得他 他們高層 如何看肺 由得他決定 我就很堅持 是頭馬加六分 少數 你認為人得不好 加五分 沒問題 但現在調轉 不是這樣 絕大部份的頭馬 都是加五分 就是起點 六分已經少了一半 很少 一路之後 走下去 去年來說 例如三百多隻頭馬 是加五分 二百多隻 是加六分 一路這樣走下去 我反過來 就不是的 如果給我做平榜員 我就會用這個六分 做起點 有部份的馬 贏得不太好 我就給他加五分 明白嗎 我 如果我做平榜員 就說 不可能 我沒有這樣的智力 如果給我做 我就會這樣做 今天講這個問題 要告訴大家 長線來說 貴初很多馬 開始減兩分 究竟馬 減到多少分 才能贏 或者不能贏 大家考慮 自己想 但開始減分 也回應 我們暑期的時候 Q&A一個session 其中一位網友提出的問題 問過 想見你怎樣 沒有用的 這些經常不贏 計算去減分 減到多少分才贏 不要被動 平常實力 一邊未贏 很被動 因為你要輸很多場 才會減到六分 七分 而輸 輸賣要出賽 出賽要時間 要力 你要想減六分 可能 要是你常常輸一條街 就會快減六、七分 每次跑 每次跑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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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你跑不到 跑第二 就加一分 然後跑第四 又不減分 然後再次跑第五 都不減一分 這就是那個問題 他近開你跑第五 他又不減你 你變成你很慘 現在他在幾分 他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是的 正常問題 我不是那次想疾這個網友 而是你要明白那個平榜 手法 我都說有個平榜員 不是 我們有個廉碼師朋友說得對 港澳地方 跑馬 今天是跑平分 因為我們香港是 我們香港是九成七的賽事 是跑handicap 一分一磅 對 五歲在那裡計分 如果你說 香港是產馬國家 年年出很多兩歲馬 不斷地跑平榜賽 那分也不需要理會 但香港沒有兩歲馬賽事 三歲馬賽事 新馬賽事傳一個幾場 對嗎 全部其他賽事都是跑handicap 基本上 港澳地區跑馬 就是一個評分遊戲 我絕對同意 我想在季初順便帶出這些 我留意到的問題 結論 季初沒有那麼多貴軍減一分 電軍減兩分也都暫時未出現 但我相信大概 第二三回合左右 會開始有這些馬 我再統計 再補充最後一句 我剛才所說的百多隻馬 只是指 減完分再出 有些馬減完分已經退役 有些馬季尾 減一分之後 沒有再出的那些不算 想說這些 有少量馬 跑完第三 減一分已經退役 另外有些季尾 最後六七月 第二七月 那些不算 那些不算 跨了一季就不算 有一個問題 我都想再談談 就是 他們的選擇 用第三是不減分 或者減一分 其實會不會在變相 鼓勵了分頂馬 譬如四十分 或者六十分的馬 博呢 這個容易是這樣 當年博輸第三 跑第三加一分 很慘 是呀 當年的用意 確實是這樣 是嗎 不想那麼多馬跑 為止升班 是呀 其實很慘 禮拜登入Q 升班都還可以 比昨天天得樂 天天得樂 升班上去 再坐一會 馬一間就下來 但是第三 聽說我都很慘 是呀 我同意的 這一點我也接受 即是他們不想太多 為止馬 沒有贏到而升班 是呀 變相 即是 鼓勵他們不出擊 一定要減多兩分 可能你也是他們的 這是理由之一 沒錯 好了 我們講究這件事 講回這個禮拜 我們香港馬桂做了一個月之後 然後 又回歐洲賽事 開船門 是 我們不爭海船門 還要勝 我們到當日的賽前review 先再談兩句 是吧 但是今年的海船門賽事文說 日本就是拉大隊過去的 哈哈哈 他們真的日本人 真的很想拿一次海船門 真的 因為賽前很多都說 旁邊的好東西過去去困 但是當然也是在日本有個短途錦標賽 馬會都播 即是做足兩天 即是有下午 早上12點 跑到3點來4點 然後休息一下吃晚飯 10點鐘再跑 開船門跑到1點 那就好了 我們都是初步有安排的 你介紹一下吧 是星期日 因為香港是星期六 國慶杯 國慶杯跑馬 星期日 剛才我張先生說 下午是日本短途錦標賽 另外晚上是海船門大賽 我和張先生會 當日星期日的 中間左右 會做海船門大賽的preview 我們會做海船門大賽 以及尾場 因為這場是尾場 中夜 1點才跑 沒有辦法做到現場 或者怎樣做 我們會早一點出preview 就會說海船門大賽 和尾場 他們的尾場 即是尾場 1點鐘開始跑 對 日本現在都希望情商島 哥登 幫我們做那場短途錦標 一級賽那場 做現場的提供 技術上 Zoom是不限人數的 三個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看見我玩 可能大家會怎樣做 我們會做一場的賽事 遲些跟哥登談過 哥登說 沒有所謂 有些其他 我也想做某些的 到時候再說 暫時初步的計劃 日本就應該這樣 關牌 海船門大賽 那天海船門大賽 跟哥登一樣 剛才我們就說 中的PV之外 收費頻道 就會由當晚的第一場 做到第五場 即是第六場就不做 那場應該是太晚了 1點鐘那場就不做了 所以收費頻道 都會盡量做 除了尾場之外 那在免費頻道 會不會有一場 或者一兩場 我們會在免費頻道呢 這個都在商量 因為都看一看時間 因為我們都未必掌握 那個時間 譬如日本 那天如果安排有其他的 我們到時再來 當然會有這些內容 但是究竟是 會不會在免費頻道 出多少呢 我們到時再說 那收費頻道就一定有的了 所以如果給大家 但美場沒有很多like 要預先給了提示 然後大家看完第五場之後 我自己來講 就可以開始休息睡眠了 但大哥 1點鐘不是開玩笑 早前那些英國賽事更貴 即是更晚了收 除了Escord 那天的賽期是這麼晚之外 其實其他的賽事都沒有這麼晚 是的 希望這個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都不斷鼓勵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參與我們的收費頻道 都可以加入我們 可以聽到這個 今個禮拜的海外賽事的live 另外其實今個十月 都還有一天是歐洲的 英國冠軍 那就玩完了 但是提提大家 我們所謂海外賽事 我的定義就是 只是歐洲而已 對不起 勉強 比如美國的時差問題 我沒有可能 半夜四點鐘起床 當大家做節目 這個不現實 澳洲我就不會包括的 澳洲的賽馬是不會包括在海外賽事 這些會先說清楚 不過我們的文字上 一早出宣傳 已經講得明白 是歐洲賽馬 至於日本 我們多多籌備的時候 是想過的 但未確認 未敢加入 既然 今次有機會 抓到哥登 做一場兩場的live 才考慮 但未必是長線 我們都是找哥登 今次是嘗試性質的 沒錯 沒錯 要等哥登 譬如他詳細再談過 和運作上怎樣做下去 我們再在這個頻道上宣傳 因為接下來 今個月尾 十月尾 有一天 很多的 每一次 未立論 未定論 始終要跟哥登 談清楚 他的時間安排 能不能做到 好嗎 但以上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如果免費頻道 有興趣 歡迎繼續加入我們 免費頻道 給我們多點鼓勵 給我們 另外先說 收費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們 我們會提供更多 現場的資訊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好嗎